你听个什么节日 国庆日 挥舞着国旗 手拉着手 新山慈祭儿园的孩子们 穿着传统民俗服装 在师掌们的带领下 浩浩荡荡走上街头 欢庆马来西亚建国66周年 并透过传统游戏和精彩话剧 感受人与人之间不分种族 互相帮助 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 伴随着软软升起的国旗 孩子们认真地唱着国歌 你今天今天做什么 国庆日 穿着不同民族的传统服装 孩子们透过国庆大游行 敦青慕邻 让他们懂得感恩尊重爱 种族的团结 还有互相尊重 还有懂得爱护对方 懂得分享 这样子才会有一个祥和的社会 不管是紧张刺激的竹竿舞 还是考验技术的打弹珠和捡石子 舞蹈的传统游戏让孩子们玩得不易乐乎 有跳竹竹吗 那你有跳到吗 有 你觉得会难跳吗 不会 那你喜欢吗 喜欢 当竹你玩吗 你觉得那个好玩吗 你最喜欢玩哪里一个 玻璃的那个 为什么你喜欢狗粒的 因为会丢 丢了然后怎样 那个狗粒就会跳出来 你拉的房子着火了 房子着火了 居民不分种族一起来灭火 生动的话剧让孩子们看得目不转睛 看到有屋子着火吗 有 然后屋子着火了怎么办 然后大妈妈就一讲 然后就喊 喊 过后有没有来帮助她 有 那你觉得应该帮助她 如果你的帮助她 那个火会变成更大 更大更大 然后那个人家里面 那个家一定会死掉的 然后今天呢 就通过这个剧场 就是三大民族的 那个生活习惯 大家因为就是不分离我 然后互相帮助 然后共同就是团结 然后就是很融洽的生活在一起 其实呢 外面很多脏乱之类的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很有福啊 很有福气 我们生长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非常有福气 敲打着小小的凤羊花骨 孩子们体验到的 不只是传统的民俗文化 更是国家太平所带来的幸福滋味 唯有各族人民相亲相爱 互相包容 才能融洽地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共同打造更美好的家园 大爱新闻 新山智慧 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道